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早好 現在我們人在高雄的寒暄飯店 大飯店 然後今天來的原因就是我阿公的金門同學會 對 然後今天就來介紹飯店裡面到底有什麼東西 一總進來飯店的時候就有這個國旗啦 每個國家的國旗 對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叫做國務館吧 擺個東西 對 然後我們的房間呢是在28樓 所以我們現在就這樣上去28樓吧 然後這個電梯裡面的風格就很像是中國風 真的有色彩 門卡 房卡啦 包作鏡頭 然後這樣 要等到感應啦 對 還沒感應到 對 然後再拿出來 它不行對不對 對 這樣感應 我知道喔 它就感應的啊 還有這個綠燈才可以進去 OK 然後再擺這個卡片呢 就是這樣放下 然後就燈就亮了 OK 一走進來就是這邊就是那個衣櫥 就是玻璃的衣櫥 對 然後一走進來這邊就是 廁所 對 廁所 還有這個浴缸 對 然後這邊就是一個窗戶 可以把它推起來的 然後我現在看它的馬桶 它的馬桶是TOTO的 免治馬桶 它是自動的 還蠻厲害的 但是我第一次用自動的馬桶 所以現在來體驗看看 TOTO的 OK 然後就是它的 緊急電話 然後它的那個衛生紙 然後它的電視呢 是Panasonic 然後這邊有個兩杯水壺 對 然後這邊就是 這邊就是泡茶 還有咖啡的地方 然後就是保溫杯 對 然後這邊就是放那個鞋子的吧 應該是 我 這個應該就是我想的 應該是 然後衣櫥裡面呢 有那個 保險箱 保險櫃 對 對 然後這邊還有這個 我不知道什麼東西 好暗喔 對 然後這邊就是衣櫥 它的櫃子的右手邊就是 冰箱啦 冰箱是什麼牌子都有的 我不知道什麼牌子的 就是它的那個小桌子 然後是玻璃的 看起來還蠻漂亮的 OK 這邊還蠻適合我做簡介的 因為我們電腦就在這邊做簡介的 剪輯的部分 然後 然後這邊就是它的飲料的價格啦 然後我們來打開看看飲料價格 到底也不貴 聽說很貴 有層次就要180元的 真的 太貴了 所以這個就不用看了 真的 然後這邊就是它的充電的插頭 對 它的緊急電話 然後就是它的垃圾桶 對 然後它的這個 台燈 台燈就是這樣打開 這樣打開 好 你看它就亮了 老闆一下這樣這樣 好 這邊的也是一樣 就是一個 台燈 還有那個桌子 還有 檢機電話 然後 然後 這邊就是它的開關 然後 我們就 明天見 現在是隔天早上 然後現在要去吃早餐 去吃早餐是在6樓 在6樓 在6樓 OK 右手邊對不對 嗯 右手邊 哇 成這樣 成這樣耶 吼吼 一般的沙拉沒有太大的差別 如果你覺得 這邊的餐廳的 外觀 如何 漂亮嗎 你看上面的那個 超美的 我們吃飽了 對 吃飽了 我們吃完了對不對 吃完了 然後就是 餐廳裡面 然後現在要上去 28樓的房間 對 按電鈴 門鈴啦 我們要退房了 今天是 10月15號 星期一 已經過了一天了 然後 現在我是穿著 學校的 運動服 然後 我覺得這間飯店呢 它的 我的評分呢 應該就是10分 因為它有一個那個 免芝麻桶 透透的 它是 有 噴水上來的 然後 真的還蠻不錯的 它的風格呢 讓我覺得 還蠻喜歡的 好啦 今天的影片結束了 那個小小的影片呢 就在底下 留言 並且分享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呢 可以在下留言 對 然後 我會回答你 然後 我們就 下一部影片見 拜拜